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我是楚志斌 張茂子 單位大學幾分鐘 我現在是在細胞系統醫學研究所擔任部研究員 我之前其實是清大物理系異業 我是念物理的 我曾經到國度大學就念了一年的物理博士班 過了資格考試後我決定換念生物 所以我換去芝加哥大學去念那個癌症生物 那就是做純的生物方面的研究 之後2009年 這中間我做了一些博士後之後 2009年回來國會院 今天會被大家報告的這個系統叫做Micro-Warsen Array 這個前面目前來說只有兩套系統 它的功能比較不一樣 所以也許大家以後不管是在哪裡做研究 有機的話你可以嘗試用這個有趣的一個系統 那這次左邊是我以前的Postar老闆 Richard Jones 右邊是有那時候的同事 Mark Churchill 他是那時候的博士班學生 那我想問一下電郵 就是把蛋白質為了要分開去偵測 所以我們會做膠 所謂的SDS的膠 然後把它分開放置旁邊放protein的Marker 那這之後再把它從蛋白質從膠轉到膜上面去 那因為你抗體進不去膠嘛 所以一定要轉到膜之後才可以偵測得到對不對 那之後我們因為有抗體 抗體就要去震特殊的蛋白質的結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蛋白質能不能偵測得到 那如果你們跑過電勇的話 你大概也知道說跑一片膠可能就是 它原則上就是一個抗體去震 那也許你可以通過減一下 都是做兩三個抗體 那一天可能你很厲害認真跑個一片兩片 最後到四片 所以你可能很認真的話 兩天的時間 因為你隔天還要 還要這個加抗體 還要風乾等等 所以兩天的時間可能可以看 一個到四個不得的蛋白質的變化 好 那問題是大家也知道 其實它所謂的基因微正列 基因array 它一次是可以看多少 一、兩萬個甚至四萬個基因的變化 那看這麼多變化要幹嘛 我們傳統來說 我們只能只看一個基因或一個蛋白質的變化 問題是你也知道 動物體、細胞或人體 其實你同時監視很多基因、很多蛋白 很多代謝物互相交互作用 所以你都只看一、兩個蛋白質、一、兩個基因 你並沒有辦法看到全貌 所以我們當然是需要有一些工具 是我可以同時看好多個基因、好多個蛋白質 好多個代謝物、疫情變化 這樣我才能夠抓到真正的全貌 好 那 所以 這就是所謂的系統生物 系統生物說我不是只做一個單一 我是一次做好多個 那這種高通量 就是系統生物的重要的概念 英文叫Hydrofen 我要一次看好多 我常常都會看到真正的樣貌 好 基因有所謂的基因微正點、基因array 它已經放得非常純熟 甚至有所謂的次序在定序 那它可以看好多全部的Hoginol Sequence 你整個生理的基因它都會一直看來 蛋白質相對比較困難 因為蛋白質你要一個一個康體去證它 你知道嗎?你如果不用康體證它 你就要來用直譜儀 透過知道它的質量跟電荷的比 然後去判斷是什麼蛋白質 所以以往來說 蛋白質它沒辦法看那麼多 大概在2000年左右 開始發生什麼叫做protein array 蛋白質為真例 蛋白質為真例 前面有這就不講了 基本上就是說 我可以是把抗體點在一個晶片上 然後再把你的血病、血液怎麼放上去去偵測 譬如說大家最想開發的癌症檢測的晶片 就是我抽一滴血點上去 然後上面有很多跟癌症有關的抗體的檢測 它就可以告訴你說可能有沒有得到這個癌症 那也可以是反過來的時候 我可以把蛋白質點在這上面 然後再加抗體去反應 那問題是這種都有它的局限 就是說它沒有像電腦一樣把蛋白質分開 你只是放一個抗體在上面 但它可能會抓錯啊 會抓錯蛋白質 或是你把蛋白質放在上面 它可能也會認錯 所以它就是一個點 就是說量或不量、有或沒有這種東西 可是你可能會有這個f 거예요 就是抓錯 或者是因為你可能抓到別的蛋白質 但是你看到是有量 你以為是有這個抗癌症的蛋白質 可是其實它抓到別的蛋白質 這個就是偽陽性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這個問題 就是說有沒有辦法 你可以同時顧及 我可以很高通量的快速的看一大堆蛋白質 而且要跟傳統的這個Western一樣的準確 那就是這個叫做Micro-Western Array的系統 好 那麼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難說的話 你前面可以是細胞 可以是組織 可以是血液 可以是動物的組織 可以是人的組織 可以是人的血液 都沒關係 我把蛋白質把它抽出來 抽出來處理之後 我們經過這一台 所謂的右上方的那一台叫做Natal Prater Arrayal 它是一個點蛋白質的機器 一台大概是將近800到1000萬台幣 這個過重的 然後點在這個特殊做的 也是XPS Page的焦點上去 那這個有什麼特別 你如果做過Western 你就知道 你很厲害 你要擺配一次可能可以 Low 5 microliter或是10 microliter 可是機器的一個點是300個 picoliter pico是10的負射的四方 你在Low的時候 microliter是10的負6 它是百萬分之一 它是300個 picoliter 但我們一次點10個點 點10個點就是3000個 picoliter 也就是3個 nanometer 耐尼尺度或耐深尺度這樣子 10的負9之方 好 一次只點這麼一點點 10的負9之方是你手動不出來的 點下去 然後它從最上面點到最下面 這個Gel有多大呢? 是96 Wheyl大小 就是這樣一小小片 每一個小 Wheyl裡面 我們點6個減體 可以是6個時間點 6個病人 6個細胞 或是6個 你現在加到6個濃度 都沒辦法 口號在用逐 我們重複點96次 同時旁邊再加一個 Protein Marker 這樣做完之後 我們讓它有時間滲進去 再重複的點10 總共點10次 點10次之後 原本是3個nanoliter 那就是30個nanoliter 那點進去 還是很小 都是手動不出來的 然後我們就經過乾燥式電油 像那個G-1-4 它是用高電壓15分鐘 啪 就讓它跑完這個電油 最後再用左邊的這個 那個Leico的近紅外線的掃描器 因為太小了 以前那個電油 它可能需要用壓體變的方式 可是這個點太小 裡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用鏡頭外線 它的解析度是10個 12個micrometer 16-6四方 這麼小的一個解析度 它可以看得到 我們來做一個偵測 那你就是說你其實一片小小的膠上面 它其實是96片小小的Waste一起跑 我們看一下 這個Leico的左邊的這個就是說 它這個近紅外線的機器有什麼好 我們傳統在做那個螢光放大前線的時候 你如果亮到太多 它整個會過負 會太亮 你就會沒辦法做定量 可是它是紅外線 所以它其實一直是線性範圍 就是它的針通圍是線性的 你知道比較兩個強度 移包強度 就可以知道它們的蛋白質的量 右邊 右邊的話 你看到左邊有一排 那是傳統的Waste 右邊是Michael Waste 那我們是隨機選了11個抗體 那時候發在Nature Master上面 2011年的時候 這隨機選了11抗體 我們去做一個定量 你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藍色是 藍色應該是傳統Waste 紅色是Michael Waste 定完之後的變化 蛋白質的變化 其實是一致的 這什麼意思 你傳統看得到的東西 我們Michael Waste也看得到 每次我們一片可以看96個 所以它小很多 唯一的差異是 傳統的話就像你跑過了 它是一條一條的Band 那Michael Waste 它其實一個一個小圈圈 因為它不像傳統有分 Stating Jail 和 Separation Jail 把它拆開 我們是只有從上面點下去 它只有一個小圈圈就這樣就跑 可是你還是可以定量 它機器可以定量 可以定量 所以這個 它整個的定量是一樣的 那你為什麼會看到兩種黏色 因為它有680跟780 兩支波長不同的雷射 所以同一個Waste裡面可以放兩種抗體 譬如說老鼠跟兔子的抗體 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 綠色都是放Aptin 這有一個定量的Loading Control的定量 同時是看你想要看的一個蛋白質的變化 好 那麼這個就是實際上你會看得到的樣子 96個 大家知道這麼小小一個對不對 你做出來就是96組 96組蛋白質的變化 好 那這邊應該是機器 機器點的那六個點是不是幾乎都一樣 因為它不會像我們手會不小心 會手抖或是量多量長 它就一樣 然後上面的話是96種不同的抗體的一個變化 那它需要抗體的這個稀釋度跟傳統是一樣的 那它只需要30個Microliter的減體 而且可以回收 它可以做非常多片 一次的印這個東西是半天4.5小時 一次可以兩片 也就是說你一次最多可以看192個蛋白質的變化 然後隔天的工作量都一樣 就是押抗體 然後洗在那個 所以你如果用這個Microenter去做 你的同學一天做一兩個蛋白質 你可以一天做192個蛋白質 所以他如果幫我連畢業 你可能只要換一年給畢業 這是它的好處 因為你可以一次就換了很多個蛋白質的變化 這是它的好處 比如說現在目前來說 美國會有一套機種在用 那我過來打算之後 我們建議成立的第二套 那從2012年開始到現在的話 已經論文書超過三五十天 就是包括我們自己 還有院外所有合作的單位 我們開放給全台灣的學校機構跟生技公司 都可以用 那所以到時候大家會看得到這個系統 這支電腦跟通知這一台ArrayM 那麼電腦上面會看到什麼 你這個HPSHL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那這邊是三發事物 這是放我們的簡體 這邊是一個錄影機 叫SkoboSkob 為什麼要用一個錄影機 我們是用一個特殊的玻璃 然後把東西吸起來 用液壓肚子把它噴灑 所以它不會跟膠時間接觸 你不用怕污漲 然後噴灑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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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有時候會不小心有胖胖雜質 或者是你如果樣子沒處理好 你的體應該沒有弄好 它又黏黏的會不錯啊 那你想想看 這個東西是一次噴很少量 所以萬一中間有一個小泡泡噴不出來 你是不是就會影響到整個的精確度 因為少噴一次或多噴一次之類的 所以它發現不能噴的時候 它就會把它送去旁邊的這個WaterTank 去把它洗乾淨 那一次它會做一個AeroFile 它會告訴你說 我這次沒有噴到 然後我們就去下一個 沒辦法去等全部都走完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File 告訴你說哪幾次沒噴到 那這時候再重新執行這個AeroFile 它就會把該噴的塗上去 你就可以確保每一個點東西都是噴一樣多的數目 這樣才能夠精確 所以實際上會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這個膠在這邊384W的這邊 特殊的玻璃針一根六萬塊 然後醫療控制管 這個是錄影機 這是清洗的地方 那因為加了蛋 所以我們看得到 它就是一個一個小小的一格 每一小格都是六個前提一個Mark 然後整個機器像這樣子 那因為一次噴要噴半天 那你半天很可能會乾掉 所以預防膠跟裂掉 我們會加一個濕度控制性在這邊 維持相對濕度在70% 有一些蒸氣讓它不會裂開 我們的乾燥式電池是這一台 那這個東西的好處 就是說你可以自己調抗體 或是這是壞處 反正就是你被依照你的實驗 自己去選擇你這次要看哪些蛋白質的變化 那這個是這個叫96L的GASCAN 就是一個鐵盒子 它下面有下面 我先看到電流 這是塵紋 這個鐵盒子把它打開 都像這樣子 它裡面有一個橡皮 把每一個WELL隔開 隔開到它互相不乾燥 所以你一次加 每一格都可以將不同的糖進去 那它們就互相不會影響到 不會露出去 所以每一格可以看不同蛋白質的變化 所以是因為這樣的方式 可以一次看很多 但有的時候我們因為是跟臨床醫師合作 他之後其實不需要看那麼多糖進 可是我想要一次看多一點病的做比較 有病跟沒病 或者是家藥前、家藥後 吃藥前、吃藥後 或者是他吃不同機藥的料 那就是用這個 這個的話是一次看48個抗體 可是我最多可以放到15個簡體 今天帶大家上去的時候 我們正在測試一次放30個簡體 24個抗體 就是說因為我們要做病人 癌症病人他治療後 有人會複發、有人不會複發 那我想知道為什麼有些人複發、有些人不複發 那就是一次要很多的病人比較 所以再做30個簡體的比較 那這個是鏡頭外線的掃描器 好 那麼剛才你看到是96個 這個是48個 就是說一次我最多可以放15個簡體 然後48種抗體的一個變化 好 那麼這個 大家以後如果有興趣 引到手 如果當然你們願意來念清大或什麼學生 那要進我們的實驗室非常歡迎 我們有大會簡單提到我們的實驗室做的東西 那如果你今天是練習在研究所 可是你想要用這個技術的話 也還是很歡迎 就是來到國務院的網站 去看營養資源 營養資源的話有一個核心設置中心 核心設置中心裡面我們用很多核心 大家以後其實如果有來國務院的研究所了 那很多核心可以使用 我們是歸屬在蛋白質化學核心 那蛋白質化學核心的話有植埔儀 跟我們Michael Winston-Rain 那Michael Winston-Rain點進去的話 它裡面就有它的介紹 它的收費 那以及叫做抗皮小包裝分裝 那這個的話就是有列出 我們現在核心收藏的抗皮 一般的 因為抗皮一支大概都一來萬塊 很貴 所以一般實驗室 通常都會買一些自己比較重要的 可能十幾二十支 那很少實驗室可以收很多 可是你想 這是一個高度通常的技術 就是要滿多點才會有意義 所以我們透過跟院方針取 我們每年買一些 目前大概收藏七百支的抗皮 七百支抗皮的話 其實這些就是它重要的一些訊息傳遞路徑 不管是做免疫 做癌症 做新的代謝 做一些看白肌的 大概這些都有涵刮 所以七百支抗皮 重量的抗皮都有涵刮 那就可以做很多的一個研修 那我很快的 用兩分鐘再提一下 我們做的東西 我們本身是做這個叫做攝護腺癌 Prostate cancer 攝護腺癌跟女生的乳癌是非常相似 因為一個需要男性科目 一個需要女性科目 那這個攝護腺癌來說的話 這個叫做Charlie Hammers 他其實就是在治江戈大學 他1941年的時候他發現說 這個癌症病人如果把他的睾丸去除 讓他的小技術變到很少的時候 他腫瘤會萎縮 1961年的時候他透過藥物抑制 女性乳癌病患的女性赫膜 保養腫瘤也會萎縮 可是第一次證實說 有腫瘤的生長需要赫膜 他因此拿到1962年的聖尼醫學獎 那現在的乳癌跟攝護腺癌 現癌的基本治療方式是一樣 沒有擴散之前你可以用開刀把他弄掉 一旦擴散之後 一般的肺癌或者是甘白擴散之後就很難處理 可是乳癌跟攝護腺癌它有一個選擇 就是說我雖然轉移出去 我透過吃藥 我抑制男性熱膜或女性熱膜 他的腫子就會萎縮 可是你可以想像癌症 通常過一到三年之後 他一定會怎麼樣?會復發 復發的腫瘤 就你已經沒有雄激素或雌激素 可是他還是可以繼續長 所以他已經通過了某些突變跟變化 所以目前來說 其實這還是沒辦法解決的一個問題 大概八九成的病患 症候性癌病患 經過荷爾蒙治療一到三年之後 就會再復發 一旦復發之後 他的胚型的藥物非常少 就只剩下一到兩年的生活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在研究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為什麼會復發 復發之後 他們吃藥 吃藥很快就會產生抗藥性 四個月會產生抗藥性 為什麼有人會有抗藥性? 有人不會有 那這個如果是產生抗藥性或復發 它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一旦知道它原因 你才有辦法設計新的藥物去抑制它的復發 這是我們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 好 那麼這個是全世界的生物性環的分布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北美洲、南美洲跟歐洲、澳洲 還有南非是比較多的 但是死亡率來說的話 北美洲因為醫療比較低 死亡率比較低 其他都沒有 那亞洲的話 不管是乳癌或社會癌癌的比率都比歐美要上 但是尤其是我們移民到歐美去的人 它的乳癌跟社會癌癌的比率就會變高很多 所以它其實一定是跟某些飲食是有關係 台灣的社會癌癌已經過去40年 每一萬六個都在增加 乳癌也是 所以應該是跟我們的飲食和西化 是有某種程度的必然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個可能會是為了一個正好的營業主題 那乳癌跟社會癌癌還是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乳癌你會聽過有很年輕的 因為我們女生可能16歲、18歲又得到乳癌 他通常會很惡性 那比較難知 大多數以後是五、六十歲之後 五、六十歲之後的話 就是比較像一般的老年男生 社會癌癌比較不一樣 是你沒有聽過17歲之後得到社會癌癌 基本上都大概是55歲以上才會得到 所以他是一個老年的疾病 他反而是你活越久、肌肉越大 所以65歲以上大概六分之一的男性 會得到社會癌癌 那80歲以上的話可能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會得到 所以只是台灣的老的話 貪會是一個老領地 所以可能會越來越重要 那在美國來說 如果你會想要去美國念書的話 那做社會癌或做乳癌的話也都不錯 因為他是他們0萬年最高的 死亡率第二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如果有機會想要去國外念書的話 可以考慮 因為如果你申請他可以入學許可 生物醫學領域的話他就會給你獎金證 所以你不用擔心會沒有錢出去 那只要一年的話 應該會可以花兩萬萬美金 在台幣有指紋 所以你會可以 而且你不用付學費 所以當然你吃住一定會夠 反正有機會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的留學生一年比一年少 出去練的時候就已經比以前少很多 我現在比我出去練的時候更少 那這樣的話不太好 就是我們滿意希望說 可以跟外國多學一些信仰 所以有機會還是鼓勵讓他出去練 好 那麼我的國中文主老師是廖樹東院士 他是Clone 也就是主要發明發現了這個熊基礎聖體 所以他最主要是這一塊 他跟Hopin 像洛格爾獎的主要跟合照 那一般來說像磁激素也是一樣 就是說荷爾蒙這個跟受體結合 然後就可以魔化下面很多的基因 他發現這個受體 他發現這個酵素 他經常做很多這個 好 那麼很快地講 我們實驗室其實大家可能會比較聽得懂的是 我們做一些經常有沒有做經常的樣子 就去年11月在衛福爾拍過的競爭會 比如說上網找指示病跟蜂嬌 大家會看到很多的新聞 就是說蜂嬌那個主持人會到CAP 這個結構我們發現之後 他其實很有趣 他會抑制社會性孩的生長 會抑制社會性孩的轉移 那我們用麥克風神去看翻譯他的機制 用產品為神秘驗證 老鼠吃了他之後 你看他就轉變不見了也不會轉移 那不吃的話就會轉移 好 那這個就可以化成一個機制 所以如果有興趣做這方面研究的話是很歡迎的 也可以考慮到我們實驗室來看看